這個是所有有當過國會處有當過國會處 當過立委都知道狀況 來來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楊寶貞發言人他的臉書 講說賴夫總統既然強調不要走回頭路 那躺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十年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為什麼不撤回呢 然後就列了這個行政院談 然後說這個海峽兩岸的服務貿易協議議案 業已核定 意思就是要立法院審這件事情 觀眾朋友 立法院的屆期不續審的概念就是 立法院2012年到2016年這一屆 第八會期的所有議案 包含法案 如果沒有通過 下一屆要全部重來 所以這件事情要什麼 如果政府有要推服務協定 如果有要簽貨務協定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 他才會送到立法院 民進黨政府就沒有要送 我們沒有要幹這件事 柯文哲的逐字稿就是開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對台灣的產業很熟 要對中國的產業很熟 請問你現在是要選 中國的領導人 還是要選台灣的領導人 如果你要來選台灣的總統 你可以說你對台灣的產業不熟 你說得出這種話嗎 你的智庫沒有嗎 你的木樑沒有給你準備嗎 如果都沒有準備的話 你為什麼要提出 這樣的一個議題出來呢 因為其實還需要在多方 再找更多產業 我們現在不是在立法院 討論政策 你現在柯文哲是要選總統 他提出的總統政策 是未來會影響台灣一個世代 這樣子的狀況 怎麼會是 我現在還要來研究 還要來研究 那你就去選立法委員好了 我覺得你們不分區委員 我覺得就是在多方找一些產業界 然後跟學者專家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覺得更好 柯文哲他現在就是在路邊 賣這個福袋 就是你看不到 你賣什麼東西 那你問說這個福袋 這個福袋 裡面到底賣什麼 是不是都是裝垃圾 他說這個事情很複雜 這個有些要開放 有些不開放 他講不出來 他就說 可是你這個都福袋 中國來的 中國來的叫盲盒 這個盲盒 那中國一帶一路 全部都失敗 你就裝垃圾 一堆國家就退出 私以藍凱就破產 那你到底裝什麼 不知道 來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的確他跟台大醫院請假 但是台大醫學院 他當時還是教授的身份 所以那個時候 在三到六月份的時候 他的那一學期 是還有課程要幫學生上的 所以他不是說 完全都沒有事情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是他那個時候 已經投入選戰了 他去立抗大連艦隊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同時 還有教授的身份 然後同時又要去拚選戰 所以我覺得其實 老實講太陽花學運 其實很多人 他都是用不同的形式 去做一個參與 那甚至可能參與的天數 也不太一定 但你一定要說 你就是一定非得在那邊 就是從頭拚到尾 我覺得這樣有一點點 就是把那個學運 那他當時去是為了什麼 當時去是為了什麼 反黑箱反闖關 這個就是一直我們講的 那不反服貿嗎 不反服貿 反黑箱 他又不反服貿 真的喔 你真的要這樣訂票嗎 沒有這個從2013年2014年 科屁一直都是這麼講的 真的 大家回去看影片 立法院的公聽會也好 或是電視台的專訪也好 他講的都是他不是反服貿 他是反黑箱 所以一直到現在 其實民眾黨就說了嘛 那你既然不要黑箱 然後你要程序正義的話 你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備 所以接下來我們再下個會期 民眾黨的立院黨團 我們就會去提出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版本 那前面幾個會期呢 這個問題就來了 民進黨也沒有提出版本 民進黨 不是 民進黨是絕對多數 在國會是絕對多數 是執政黨 那好 當然這個我相信 喬惠委員大概應該 想要做一個補充 因為其實民進黨有講到說 在兩岸人民 這個協議團 對 是已經完備了 可是真的必須說 因為其實那個是比較 針對政治性的協議 那這不是嗎 但這不完全算 他其實連陸委會都認為 這個定義上面 是有一點模糊空間的 所以應該還是兩岸監督 協議條例 這個才是真的比較佛經貿 他才能夠真正的去解決 不要有黑箱的一個問題 我第一次可以覺得 除了柯文哲之外 連柯文哲的小雞 都可以讓人家覺得 啞口無言 這個時代力量也是這麼說 這個時代力量也是這麼說的 昨天影片明明白白的 把柯文哲 當年柯醫師在公聽會上面 這種態度認為 如果有福茂進來的話 高階醫師搶著去大陸 做飛刀手 假日飛刀手 去賺更多的人民幣 第一階醫師會受到 中國的人才來這邊搶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這件事情講得這麼明明白白 就是柯文哲 柯醫師 然後這是當年 當年2014年3月18號 太陽花之後 四大報的標題 黑潮上街 大家都在反福茂 而柯文哲柯市長候選人 在這個人群裡面 大家為什麼是要反對 上街遊行 因為在2013年的時候 馬英九主政的政府 漢然簽下了這個福茂協議之後 舉國花然 沒有人知道 他的內容狀況是什麼 所以舉國花然說 你怎麼可以在沒有公開透明的狀況之下 去跟中國簽了這樣的一個 影響大家自身自遠的協議 所以民進黨在立法院 擋下了這個審查 說你不能只有被查 我一定要逐條審查 所以改 佔領了主席台 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 這個在立法院的衝突 今天我們的柯總召也寫得很清楚 在2013年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樣的狀況 所以最後這個協議 在立法院要改成審查 好 在審查之前 我們開了7個月的公聽會 一路走到了2014 這個時候國民黨說 好 公聽會開完了 那我們來審查 可是他的審查是怎麼樣 他用包裹表決 這就是有名的半分鐘 就是張慶忠上到台上以後開會 然後半分鐘之後 在衝突之中 就把他整包出去了 所以大家第一是反內容 第二是你這個內容 我們不同意 因為它影響台灣太深遠了 而且你又用這樣子的 包裹式表決 黑箱 所以大家50萬人才 一起上到街上來 那個時候不管是學生被警察打 被水柱噴 所有的政治人物在綠營的站 站到台上去 柯醫師也在現場 你現在有 竟然可以在這個電視機前面 這樣告訴大家說 柯文哲只是反黑箱 好 我真的聽不下去 我知道巧惠委員的意思 因為其實巧惠委員 剛剛講的我一份要認證 因為其實本來 其實那一場學運 到後來已經很多人 其實他有一點不太一樣 有些人是反黑箱 有些人是真的反腐毛 這我必須老實講 因為當時在那一場學運裡面 有不同的一些聲音跟派系 所以他們其實反東西 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稍微回應一下 巧惠委員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在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裡面 在當時2013年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就是行政院 其實他是有把這個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這個案子是有送進了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但到現在過了十年了 其實如果我們的政府 行政院你真的 不想要這個服貿了 隨時都可以直接把它撤回 當時包含賴清德也好 蘇貞昌也好 都當過行政院長 但是都沒有把這個案子撤回 所以現在前兩天的時候 好 再最後讓我補充一下就好 時代力量其實在26號那一天 其實他們也有講 就是希望行政院 可以立即撤回 在立法院的這個服貿協議 所以包含時代力量在內 我們這個第三勢力 都是希望這樣子 楊寶正 你當過民眾黨黨團的副主任嗎 我現在是副主任 你應該知道 藉其不續審這件事情吧 我跟你講我覺得真的是 哪有給大家看一下 柯總昌那個說法也不太對 不是 這個是所有有當過國會處理 有當過國會處理 當過立委都知道狀況 來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楊寶正發言人他的臉書 講說 賴夫總統既然強調不要走回頭路 那躺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十年的兩岸服務貿協議 為什麼不撤回呢 然後就列了這個行政院談 然後說這個海峽兩岸的服務貿協議 議案業已核定 意思就是要立法院審這件事情 觀眾朋友 立法院的屆期不續審的概念就是 立法院2012年到2016年這一屆 第八會期的所有議案 包含法案 如果沒有通過 下一屆要全部重來 所以這件事情要什麼 如果政府有要推服貿協定 如果有要簽貨貿協定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 他才會送到立法院 民進黨政府就沒有要送 我們沒有要幹這件事 我覺得柯文哲跟民眾黨 你聽我講完 我等一下你再講不要插我嘴 我覺得今天關鍵是這樣 民眾黨最惡劣的地方是 他不像國民黨敢講清楚 我前幾天就公開跟侯友宇呼籲 國民黨今天就是要重啟服貌 所以我要國民黨做的事情是 侯友宇你做個負責任真實任務 你告訴我們 這幾項包含餐飲銷售 醫療娛樂觀光運輸美容美法 哪些跟十年前一樣你要開放 哪些你不開放 哪些你覺得我們台灣人可以占到便宜 哪些你覺得我們要爛力 你要編多少預算 來補貼我們受害的產業 沒有一個協議是沒有產業受害的 國民黨的態度也是這樣 國民黨認為說 簽兩岸服貌協議這件事情 他認為台灣人可以受益 我覺得也是變笑 但這未來可以辯論 在辯論台上賴清德主席 一定會跟侯友宇爭論這件事情變 我們民進黨立場就是不要 因為主客觀因素 我們認為這件事情 對台灣受害頗深 所以我們不幹這件事 國民黨認為對台灣受益 所以這件事情可以討論 民政黨的搞法是沒有任何討論基礎 今天柯文哲站出來講什麼 今天荒謬至極 他說你們都太反對 太簡化服貌協議 真正的談判不是這樣 你懂談判喔 你就懂喔 蔡英文不懂你就懂喔 賴清德不懂你就懂喔 侯友也是不知道懂不懂 但柯文哲我知道你不懂 為什麼 你真正的談判你要當個負責任的 你第一個要跟他講你的立場 柯文哲到今天為止 變來變去 不用跟他講立場 你從十年前 剛剛喬惟有人講得很清楚 在公廷輝上面你的態度 讓人民覺得你是反服貌 好 你今天推翻了 你說你是反黑箱 OK 那你今天是反黑箱 我先卓冠婷跟人民道歉 因為2014年我認為柯文哲 他是反服貌 你被騙了 我們被騙了 那沒關係 這一點我不跟你計較 那你現在你是反黑箱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大家 那你支不支持重啟 或重新訂立一個 兩岸服貌的這樣子的一個協議 為什麼柯文哲今天 可以到不同的平台講不同的話 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個民眾黨的人 可能站出來跟大家講 對 我就會支持 可是今天柯文哲他論述 已經就跟你講支持了 他今天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照楊寶貞發言人 或柯文哲他講的 三階段 第一階段還要認為要 要另一個規範 就是你要立一個規範 第二個你要先貨帽 第三個你要服帽 那你就是要服帽 我覺得最惡例的地方是 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今天你有本事 你就跟侯友一樣講清楚 然後我們來對決 我們討論 好 我就可以跟你討論說 我們什麼要什麼不要 柯文哲這種玩法 最討論的就是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辯論空間 今天我認為美容美法不能開放 侯友也許會說可以開放 兩邊可以辯論 柯文哲直接講 你們太講話了 他們不是這樣 這意思是誰 你不辦 照我這種方式才是策略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惡劣的一個行為